这个今天赛制我跟你说真的是太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太残酷了 我的天 他们那么好跳得那么好 我的天居然 受不了了 当然 比我们团队差那么一点点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舞蹈 当然比我的团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跟我的团队比较 还差那么一点点 还差那么一点点 综合今天的队员们的表现 你需要在他们之中淘汰三位选手 为什么是我选他们要淘汰 封掉了 所以你是感觉选不出人其实 根本选不出 我选不出 你跳的话只能是鸡蛋你跳骨头这样 四个队长确实都看炸了 我们也看炸了 包括最后那幅 包括最后那幅画在展开的时候 编舞的人真的是要给他120分 太棒了 真的他棒的太离谱了 但是尊重游戏规则吧 哪怕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瑕疵的队员 都在今天的表现里没有任何问题 就堪称完美 堪称完美 对不起 我可能会要耽误一点时间怎么办 这个一下我选不出来 怎么办呀 所以我真的在那里我急得要死 我真的 你可以尽情的像导演做吐槽 想想跳舞的这帮老师 也练了多少汗水就这一舞台 他们是经过了很久的那个训练 包括这种很残忍的赛事 叫我刚刚跟成团 我叫团队内打核心战队 然后后来打 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生怕战队里面人数太多以后 有些不那么合适的人 可以在进行过这一轮的筛选 让队长们再看一看 未来再打仗的时候 这种更多有更多可能性的选手 相对保留下来 我觉得就是咱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以团队在做作战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结果是好是坏 我们团队一起扛 情感上确实比较折磨 我们也其实纠结这个赛事纠结了很久 每个赛事定了以后 就会有各种不可测的因素 这两个才艺之前 他们有跟你任何的沟通过或者是 歌我帮他们选过 我希望在街舞的这些表演演出 是可以把这种传统文化用街舞 这样的表现形式 可以一直不断的变形重组 变形重组的给大家表演出来 你们知道吗 我在组团的第一天 我告诉他们这个是什么 这是表示一种谦虚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吗 这里其实一把枪 这里是我们的沼子 当我们还是谦虚的一开始 但当我们要开始表演舞蹈的时候 所以他们用了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就 其实这就是一种变形 我们再做一个融合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融合墙 所以未来的几场战队对抗 你也都会比较坚持有中国风跟街舞的 没有说的 没有说的 对 请进 请进